- 消费者如果在日本发生了任何的消费争议 要透过消机会向日本国民生活中心申诉的话 可以上消机会的官网 透过我们的申诉平台 填写发生的具体消费争议的内容 那消机会会转给日本国民生活中心来协助处理 至于具体要准备的资料 可能必须要看消费者你发生的消费争议的内容而定 最好是能够提供一些详细的叙述 购买的凭证以及现场的照片等等 越详细越好 如果是要直接跟日本的国民生活中心申诉的话 准备的资料我们认为是差不多啦 消费者你有的资料就这么多 那如果是在日本就发生消费争议当时人还在日本的话 其实也可以透过日本国民生活中心申诉的电话 直接跟日本国民生活中心联系 他们的电话是03-5449-0906 我这边跟消费者报告一个成功的案例 某位消费者到日本的冲绳去游玩订购了一个民宿 总共8万多日币 但是消费者到了现场以后发现 这民宿的环境很脏乱 因此向业者提出申诉 业者是有答应说要退给消费者8000元日币 不过消费者都已经回来台湾很久以后都没有收到这笔款项 那么消费者就跟消机会寻求协助 那么经由消机会的协助 顺利的跟日本的业者争取到了这8000元日币的一个退款 这是2024年发生比较新的一个申诉案例 跟各位消费者分享 各位朋友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您的留言我们都一定会看 但是不一定会回哦 消费破例灾我们下次见 拜拜